跟依萱戴起來是不是都不一樣 對啊 因為依萱她是一個帥氣中性 亮色調的西裝 配上一個女人的耳環 妳反而覺得就是融合 出了時尚度 可是Julie是因為妳的 妳的衣服本身有一點點微亮 衣服有亮 有亮 扣子有亮 太多亮 耳環又亮 就青家母了 她布料有亮 明白 妳就變青家母 而且妳的扣子 扣子的扣子跟耳環 顏色不一樣 不同一 對啊 對啊 妳看這多近 好啦 送妳 賺太多 要送妳 那妳呢 妳的困擾 我的困擾 就是胸部太大了 沒有 胸部太大 那是胸部太大的困擾 超級時尚胸好不好 我們做主題了對不對 天才錄胸 我硬要講胸部也很容易黑 好 我的困擾呢 其實就是 妳那是下巴容易黑 最突出的那個位置 我走老運 我走老運 我的困擾就是 因為我頭髮現在很長 對耶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頭髮很容易塌扁 對 但妳會想說 夏天妳還是會想要把它放下來 就長的長髮皮疊那種感覺 比較爛賣 然後我就覺得 我還是想要放下來 就是有那種飄逸感 但是問題 放下來之後 妳會覺得 下面又乾 頭皮又貼 然後又會油 所以我就會變成 沒事 幾乎都是要嘛綁馬尾 要嘛就是綁那種啾啾 然後要嘛就是 不行的話 我就會戴帽子出門 然後妳看 所以頭髮 就是如果真的不整妳的話 它就是貼 就只要放下來的話 就貼貼它 然後看起來就會油 然後我又很怕熱 妳有心機 妳就是找兩個 比妳更消薄的人拍照 然後就不覺得妳頭髮 他們倆都有打扮跟化妝 我就超拉他出門 然後頭髮就很糟糕好嗎 對啊 所以我就困擾 我覺得其實是 我也是頭髮啦 然後就很容易貼它油 而且妳有把頭髮燙捲 所以當 而且妳本身就有點自然捲 我沒有自然捲 我是燙的 那應該是燙的 竟然可以燙到毛掉 對啊 我想說這樣可不可以撐久一點 結果也沒有 就頭皮還是容易 因為燙過 但沒有整理捲度的時候 直接綁起來 這邊會整個燥掉 燥掉就感覺好像 妳沒有特別整理 看起來反而妳 戴什麼樣穿好衣服 但妳頭髮看起來就沒有型 真的 所以我等一下直接幫妳綁一個 一樣可以是馬尾 但是看起來有冰枕 還是老子直接介紹帽子 給我戴什麼 不要這麼難 現在就要示範嗎 可以弄嗎 可以揍他嗎 好 好 可以 那因為逸萱呢 就是其實看得出來 他這些都是燙過 可是沒有整理 這種捲度其實是因為燙冷燙 應該妳要把它烘起來 才會有絕 那細軟髮這種 如果妳沒有特別去烘它的話 它就會毛毛躁躁的 所以我會建議妳一定要綁 馬尾之前一定要從髮尾開始 要把它全部 輸開 才不會妳綁起來之後 其實妳都已經順好 妳再輸 馬尾的膨度就會被妳拉掉 所以一定要都先輸得非常開 可是我以為燙了頭 我就不太敢輸 怕捲度很快就沒有了耶 因為妳也不看到燙完 也不是常常綁嘛 但尤其像妳這種細軟髮 夏天就會綁 如果妳要一個好看的馬尾 後面擺動是漂亮 不是毛躁感的話 那一定要輸開 對 像這樣子的髮織 是不是要遠離前面抽菸的人 對 不然可能就整個燙 感覺妳那很毅然耶 對 因為它真的輸開 就我不轟的話 它整個就是那種毛毛乾乾的 妳這種頭髮是不是下雨都不會濕 會啦 因為我頭髮是細的 是沒有毛細作的 她的頭髮是秒潮 有一種 真的啊 有一種太爆炸的 靜電作用 對 那個是毛髮比較粗的 我是細 太細 那妳頭髮應該也很難乾對不對 就是洗完頭以後吹要吹很久 因為細軟髮會這樣 細軟髮真的吹很久 可是我量又不多 會嗎 會 因為細軟髮會一直吸水分 有很多 它是因為有燙所以整個 打來 打來很少 那逸軟的臉型其實綁阿瑋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 也會比放下來來的 看起來更有精神 因為它臉很窄 這邊幾乎都沒有什麼 比較凸的顴骨啊什麼的 那我就建議是 去打 打凸 去找那個真意師 沒有 就是 這種臉型如果是窄一點 或者是你想要看起來 綁起來有氣勢 然後看起來有往上增加的高度的話 你記得蓬的位置就是 眉蓬的這一區就好了 這邊就是收貼 讓它把重點擺在上面 那你就看起來 馬尾正面 這樣不會變長方形嗎 很有精神 不會不會 因為你就是這一區上面嘛 把它稍微抓一點點蓬度 然後這邊把它收貼 眉尾這樣 對 等一下來跟大家說 綁起來會長怎麼樣 那頂部的話 我會先用板夾在整個U型區 我們說這一區叫U型區 然後我們就會稍微去 頂部定點的地方 先把蓬度再夾出來一點 喔 夾一個彎 對 就是前後推就好了 頂一下 對 頂一下 讓它不要綁起來很貼這樣 對 讓它有點鬆鬆的 那我們就在頂部的地方 稍微先拉一到兩撮 然後像這邊有一點 高度 對 有一點高度起來 有喔 然後延伸到 後腦勺 真的 這樣就沒那麼厚到 對 所以幫馬尾 這一塊是最重要的 盡量收 好 喔 對 那其實馬尾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個是頂部的蓬度 你必須要有一個紮實的一個 高度 然後側邊的話其實就是順順的 然後我們先 把後面的高度 後面的馬尾都先綁起來 那我幫一圈設定的高度 大概是耳尖直接斜著對上來 要在這個位置 才會看起來很有精神 覺得要高一點 對 一定要高一點 因為剛剛一圈綁其實是在這邊 對 那這邊有時候因為你 重量往後倒 所以這邊就會平 那你往上綁的時候 反而因為這邊的手力 這邊就會膨得比較好 難怪我自己亂綁馬尾 就一天下來它就垂了 整個就塌在你那邊 超好多 精神度差 對 精神度差非常多 而且有些人會覺得 別人就會覺得 你這個馬尾是很用心在綁 然後就看起來會比較有精神 對 好 那我們綁的時候呢 超不用心的 綁得沒有愛 要輕輕的都先把它梳開 哦 要這樣刮鬆 刮鬆 那我會用 因為細軟髮我建議是用這種 比較寬板的梳 哦 你就輕輕的把它劃開 突然會很容易斷啊 對 然後再很多人綁毛 因為可能你細軟髮用手 它很容易綁紋是這樣 對 對 那你一定要在這個動 在這個步驟的時候 你就輕輕的這樣把它梳開 把所有該合在一起的髮流 都先把它挑順 你自己有發現自己亂抓 真的會有空洞耶 對 會有空洞 然後我就會先把這個定點 就是一樣是 你看耳朵斜上來的這個角度 那綁完之後呢 現在還是稍微有點垮 所以我們就是要 左右兩區 把頭髮 拉一些表面的頭髮 然後往上 先這樣子 這樣子一拉然後再往下 有精神了吧 有精神了 我眉包都上去 稍微再頂一點 那你有發現綁這麼高的時候 它上面的這個膨度 就會比較短 對 所以它剛好就不會變太方形 或是往後垮 所以這時候 這是我們剛剛為什麼要夾 那三戳的一個重點 然後我們再擺到正面 再看一下 正面 對 整體的膨度 這邊的膨度就會有了 可是這邊是比較順一點點的 那因為一軒頭髮很軟 你就可以用一些蠟 在這邊稍微這樣帶過 把那些鬚鬚毛毛的地方 結果那些小毛也要收起來了 對 要收起來 尤其像這邊其實是有點太長了 對 因為你有剪比較短 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用蠟再把它往後 定起來 好精神喔 然後因為像你後面有點毛躁 所以我會可能補一到兩卷就好 有時候就是大把拉起來 直接往正面 左邊或右邊都可以 正卷 反卷都可以 可是我只捲根部的地方 讓它在支撐力再好一點點 喔 下面就不弄了 對 下面等一下我們整把一起夾尾巴就好 所以這就會解決一個是頭髮很長 那你又想要有點卷度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分段上 先上髮根 然後等一下呢 再整把一起上尾巴一個彎就好了 你是有長髮迷思嗎 我 沒有 我以前很多年都短髮 那像這樣子的髮質 其實你還溜著幹嘛 因為我想說越老要走一點那個 越拉什麼 先女感嗎 什麼 女人味 那我一直來都沒有女人味啊 有啊 不會超女人味的 問老師 我覺得它很適合卷髮 大卷 異國 大卷有這種異國風 因為很像混血兒 對 因為它很像混血兒的樣子 可是 所以我有建議它就是說 它可以去把頭髮燙圍捲 可是它燙完之後 它自己不整理啊 沒有 所以我覺得有點太長 洗完就不想烘 你想說吹乾就好了啦 太長了 太長了 等一下太長了 然後我們剛剛是不是夾完這三戳 對 背面看就會稍微是有一點點 就在髮根的地方有個力好度 有一點質感 對 有個質感 然後在尾巴的地方 我們就直接 整把 往上 喔 什麼一樣 一樣 捲一個外竅 直接這樣捲 然後捲上去 那如果你看不到 你就把它拿過來旁邊 對呀 長頭髮可以拿到前面 對 那這個捲呢 你就是可以直接這樣把它捲高一點 都沒關係 嗯 然後剛剛掉了一些短的 我們再把它拉下來 喔 再補捲一下 欸 這樣看起來就不會這麼毛髒 你前面有抹什麼東西嗎 還沒 還沒 不用抹都不用 我都什麼都沒抹 對 都還沒抹 都沒有啊 好 然後呢 我們一樣 把剛剛那個寬尺的梳紙 先把毛尾抬起來 然後這樣梳 它才不會 因為我們梳而又再垮掉一次 又垮掉 老師你是看客人嗎 你是看客人的髮質嗎 看客人的髮質 就是如果說髮質很好的 你就會磨一些 嗯 抗熱的 然後再用電棒 那髮質爛的你就 就不用抹了 Let it go 看髮質或是看髮性 有些頭髮比較細的 我就不建議太多造型產品 我們可以擺在 我們造型完再用 它就不會垮掉 所以那有些頭髮很粗 那捲度很容易掉 因為頭髮很硬 那我就會抹一些 讓頭髮軟化或是抗熱的產品 像玉瑄這樣如果一抹 我通常一定是 這個捲度出去就整個垮了 對 我超快 所以反而有時候讓它是 稍微持久度會好一點點 那你看這樣夾完之後 你後面整把毛也看起來 好好看欸 就會很厚 可是其實這一段是直的 但是上面是捲的 那尾巴我們做一個彎度 那就看起來比較挺 那最後呢 教大家一個很簡單 如果你還是想要讓 毛也再更高一點點 我們來偷偷做一個小心機 就是大家裡面應該 可能會有夾瀏海的這種小夾 非常非常小 還有夾蘭花的 對 那麼 對 植物上 然後呢 我們就把頭髮 拉這樣子 一分為二 但是下面要後過於上面 下面比較後 對 下面比較後 然後把頭髮先直接倒的 這樣拉到前面 我要幫你拉嗎 然後我們這個 沒關係 我拉了就好了 然後爪子呢 這個夾子呢 就先勾後面 勾後面這個結 然後再往前勾 到一個反方向把它拉 電一個東西 對 電一個東西 那蓋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 針這樣 哇 有欸 好高喔 你也不用去刮 你也不用墊棒 你就墊在那邊 心機很棒耶 那你就怎麼甩凸它會掉 因為一定要像我剛剛那樣夾的方式 是先勾後面 還有毛骨 再勾前面 這樣 它就很頂 然後最後呢 剛剛說的那些小毛的地方 再把它 磨起來 對 磨起來 喔 好高 好挺喔 就實際上很多有氣勢的毛尾 都是你正面看 要看到這個結 那個頂部 但是我都看不到 因為它就會下去了 然後這個毛尾可以維持一整天嗎 這可以維持一整天 而且現在又有小心機卡在那 然後我們就 會很緊嗎 不會 是舒適的 是 但是眼睛又很 先把 這種比較短的 你可以閉眼睛嗎 可以 蛤 什麼 可以閉 應該只是不能戴安全帽 對啦 這個就 怕你太緊無法瞑目 不會 不會 我很瞑目 可以瞑目 可以瞑目 對 老師我鬚鬚這樣下來 好好看喔 好好看 好適合你 鬚鬚啊 我一直不知道這些小困擾 到底我該怎樣 這兩戳掉下來 這邊又長又多 其實太多了 那真正如果你要留 其實大概彎 大概長度是 耳朵一半而已 最剛好 那現在太長 有時候看起來 反而會像古裝 對 一定要把它收起來 就像你剪頭髮了 對 可是我知道你這個是刻意剪的 那沒關係 那是劈髮的時候用 我們綁起來的時候就 一定要把它收上去 我上次就是自己亂綁一個馬尾 然後那個髮片就這樣掉下來 然後在那邊運動 看然後拍影片 哇塞 我怎麼旁邊有個髮片 稠得跟什麼一樣 嚇死我自己了 好 然後我們就輕輕的 收貼那兩片 那劉的 斜面的髮絲 就是額頭正上方 眉峰的頂部去 你可以拉一點下來 那些小毛還滿多的 然後你看側邊 它剛好是可以修飾 我們這邊空洞 你如果這樣它就會空 你拉一點下來 反而大家會注意到你的髮絲 嗯 好好看喔 所以就不會這麼的 對 對 對 OK 然後就拉一點點 好像要噴定型液嗎 可以噴一點點 可以噴 但是因為我抹這個蠟 是有點光澤的 像男生我們抹前面 其實是抹完就OK 就不太需要了 讓它保留有點 自然的光澤感 那頭角的地方 最後我們這樣要壓一下 不然就會像欣賣姐剛剛說 我們會變方形的 對 頭角的地方最後 斷 對 手上剩餘一點點膠 這個用軟蠟就好了 然後這樣壓一下 然後最後再這樣 拉一下這邊 哇 好看喔 它很新鮮 好像加腮紅就很時尚 很好看喔 但是後面的那個馬尾 就會夠高 看起來就有一個氣勢感 然後沛頓老師的腮紅 我覺得大家綁馬尾的時候 注意在幾個地方就OK了 好耶 漂亮喔 謝謝老師 如果你是個 細軟髮質的長髮女孩 那你一定要學會 這個時髦年輕又好看 最適合夏天綁的馬尾髮型